四川能够这么做让人非常佩服,继续买他们不想才在颜色垫底,不甘心当嫌疑。 上赛季四川就是放手第二,原本有机会使用三奥元资格,和他们早上的喊出了动恋新人的口号,即便有三奥元资格也没用,放弃了嗨打鼻。 本赛进四川使用四兰克林交汤普松的喽缘组合,同时得过那年的本土球员走得早上的赛,就剩下来叫孟达一个人撑着,年轻球员没有打出来,尤其是黄年齐,没有达到赛季前的力气。 所以四川一直排在联赛倒数行列,小民乐园一直倒是惊惊愿悦,不过在联赛40年过后的鼓赛中,四川客厂挑战新疆,富隆克林已有深为由拒绝出战,被球队处以无信息停下的处罚。 2017年,四川和富隆克林均下两年400万美元的合同,新闻笑天就将大区,所以,富隆克林无人和四川败续勤员,其实,人赛还剩下六轮比赛,四川帮来人出战也不是不行,等军赛区再做打算。 另外,财林连赛最后两名的球队,可以使用三万元资格,很小玩,四川现在牵下克拉福德,说明他们不乐意摆乱,还是有一些兴趣的。 但是克拉福德这名球员的个人能力很一般,2010年通过选校进入NBA,先后效力于来勇、奇才、凯尔特人、勇士、孤雷和皮虎等球队,他也是CBA的老熟人。 投赛效力于CBA新疆和天津南篮,中远距离投赛还是不错的,高框确实不行,控球能力也很一般,需要有人入球,不是自主创造得分机会的球员。 可是四川还指着,他去给别人创造机会,等赛进他曾经到山西门门视讯,黄飞没太上他,如今加盟四川,他在四川的前景,也不是太明朗。 也许立场比赛过后,还是门袍被换的命运。 在老熟说富兰克林,富兰克林一直给人的印象是敬业,亲身不像火箭,打破脑袋还不上场,愣是简单搭搭之后重新上场。 和辽宁最终经过三家时,内摊在地上,上人动用。 同时富兰克林无论是个人关,还是给队友创造机会,亦会是积极性。 高霉的天,他会是CBA的抢手货。 而对于立马冠军辽宁队来说,不妨考虑一下这名单单后卫。 毕竟广东现在的亚民量消费源都很高。 哈德分身高有些吃亏。 还有就是随正文明的增大。 老哈德正太正文单优。 其实郭世强现在就可以和富兰克林接触,防止其他球队抢走。